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传统的佛教 道教的信仰 都相信有轮回 认为人死后 投胎 就会在六道轮回中 反反复复的转生 但是多数人 还是不相信有神佛的存在 更不相信生命 可以轮回转世 现在很多人都以为 所谓的六道轮回 因果报应 只是一种劝善的说法 都把轮回转世的说法 归入为迷信 甚至用来诽谤 这是不正确的 虽然我们看不见 但是不能否定它的存在 之前我和大家分享了很多轮回转世的故事 都说明了轮回确确实实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 都不止一次的轮回转生过 今天呢 敬雅就给大家介绍几个案例 证明轮回转世是真的存在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特别的实例 印度的一名少年 遭遇车祸死亡之前 说自己除了人身 还曾以苍蝇蜜蜂和蛇的形体 在同一个家庭转世了五次 当时这个故事啊很震撼 故事来源于印度的报纸 亚洲年代和德干纪时报 这两家的报纸在2009年都曾报道过这个故事 据报道 在位于印度的首都新德里 东南方约150公里的北方邦 一个叫卡斯甘吉的地区 16岁的少年阿杰 在2009年遭遇车祸死亡后 留下了令人嘖嘖称赞的 传奇轮回转世的故事 故事是阿杰的祖母兰姆贝蒂转述的 他说阿杰很小的时候 就曾向家人表示 从1984年到1993年 他在这个家庭转世了五次 刚一开始啊 阿杰的家人都认为他在瞎编故事 祖母兰姆贝蒂表示 家人曾带着阿杰 方便临近的寺庙和巫医来求助 想要了解阿杰是否是幻想 得了幻想症 但一直到他长大 阿杰都坚持同一个说法 从来没有改变过 看来是真实存在 不是幻想了 阿杰说 阿杰说自己第一次投胎转世到这个家庭 是在1984年 成为祖母兰姆贝蒂的儿子 阿杰应该叫叔伯了 但这一时 当阿杰 也就是阿杰的叔伯 在六岁的时候 一名邻居父女因为长期不孕 心生记恨 用了一种在印度乡间常见的白糖块 甜点中下了毒 毒死了阿杰 祖母兰姆贝蒂表示 这件外人几乎不知道的事情 阿杰竟然描述的相当的详细 让全家人大吃一惊 阿杰还向家人表示 自己被毒死后 有先后以苍蝇 蜜蜂和蛇的形体 转世到这个家庭 祖母兰姆贝蒂回忆说 阿杰说的没有错 在1991年 确实有一条蛇 在庭院里出现过 但被我的婆婆打死了 阿杰说 成蛇的这一世 死后 自己随后又投胎成 兰姆贝蒂女儿的儿子 也就是兰姆贝蒂的外孙子 但在两岁时 又在吃东西的时候 不慎被噎死了 在1993年 阿杰再次投胎转世成为 兰姆贝蒂的孙子 直到2009年 阿杰长到16岁的时候 不幸遭遇车祸 身亡了 从1984年到1993年 这不到十年间 在一个家庭 五次转生 肯定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大家一定会想到 阿杰和这个家庭的缘分 真的是很深很深了 也可以从因果报应上说 他五十节的前世 一定也造过很多的恶事 比如杀生 嫉妒 称恨等等 中了恶因 才得到这五世 被人陷害至死 车祸身亡 剁成蛇 蜜蜂 和苍蝇 因为他有这种短命报 一定是前生 造了很重的恶业 如果是很小的孩子 生来就有先天性的疾病 或者是很早就过世 身亡的 这些基本上都是 来自于前世造的恶因 今生得到的恶果 再讲一个民国时期的 王凤怡老善人 讲过的这么一个故事 王善人的表妹夫 是个做棉花生意的 有一次请王善人给他看看 家里的四儿一女 这几个孩子 有的不听话 有的还不学好 偷东西 王善人就说 你是做小生意的 但你获利参甲 还少给人家分量 是靠投机取巧 随人利己而发的财 你知道你的大儿子 与你是什么关系吗 他是当年给你运货的那头驴 脱生来向你要债的 长大后就要做奸犯科 拜你的家业 你的小女儿是谁 你知道吗 那是我表妹从前的丈夫 我表妹把他男人气死以后 才嫁到了你家 那个被气死的丈夫 要向他索命啊 才脱生成你的女儿 这已经是第二次来了 表妹夫说 太对了 我大儿子蛮不讲理 还偷家里的东西 生这个小女儿时难产 差点要了你表妹的命 以前他生的一个女儿 也是难产 生下来就死了 表妹夫妇真害怕了 两口子央求来救救他们 王善人就说 你不失一千块银元 让神佛给你大儿子脱胎换骨 他可得要重病一场 不论浑身怎么疼痛 千万别叫他乱动 病好后就变好了 这个小女儿明年也就死了 以后要供买供买 多做善事 老了还能想儿子的福 表妹夫妇就舍了一千元的棉花 后来他大儿子果然得了重病 可惜没有听话 两条腿当时乱动了 结果两条驴腿没有办法换去 还是留着两条驴腿 以后跑到沈阳城 拉了三年的洋车 才回家改邪归正 第二年他小女儿果真死了 这些案例都是因果轮转的例子 因为造了这样的因缘 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 人生酬业啊 人生是来酬还业力的 我们这个身体是受报之身 不是来享受什么福报的 而且是来承受果报的 在承受果报的时候 有好有坏 这些都是来自于我们前生造的业 地藏经中说 若遇杀生者 说素殃短命报 若遇偷盗者 说贫穷苦楚报 若遇邪淫者 说雀割鸳鸯报 若遇恶口者 说捐属斗争报 若遇诽谤者 说无蛇窗口报 若遇称慧者 说丑陋 龙残报 因果真实不虚 地藏菩萨遇到这样的人 就会告诉他们 这样做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 很可惜的是 我们很多人依然不信这个因果 我们可以不相信佛陀 可以不信无量无边大菩萨的慈悲愿力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因果 如果你能信因果 你的命就可以转了 你的未来就有希望了 如果你不相信因果 学佛也无益 果报现前的时候 谁也救不了你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